好端端停等红灯 一名黑衣男子忽然打开后座车门 不断对车内女子叫嚣拉扯 眼看对方不下车又大力关上车门 明明路口停着多辆汽机车 黑衣男人在车道上不断咆哮 阻碍交通 事发救灾新北市中和 先出手打人 反而怒骂劝阻的白衣正义哥是正义魔人 警方货报到场从路过的民众 到咆哮的黑衣男家人 全部上前制止 23号深夜十一点多 这名53岁王姓黑衣男和家人到餐厅吃饭 坐着哥哥开的车准备回家 没想到行经中和中正路和圆山路口 两人疑似在车内发生口角 也不管旁边是否有车就下车理论 哥哥只好把车停在路中央 一度造成后方交通毁堵 一名骑士好心上前劝驾 反遭攻击 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 算已经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因为他是在等风绿灯 而且又快绿灯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 都是绕过去 要不然就是 切我跟那台蓝车中间的车风张过去 对方一度被家人拉回车上 没想到又在冲下车 企图二度攻击 幸好这时候援警赶到现场 警民合作一起把人带回派出所 热心的销行骑士 今年21岁 因为在军中学过琴拿术 看到这种情况才会出手相助 只是事发地点 车流量大 在路口争执叫嚣 也影响了其他路人 TVBS新闻黄建国苏佩宇 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